喂 薛姨 你今天过来吗 没事 我是想跟你说 我今天跟莫莉见面了 怎么样 怎么样 因为我知道你想买房子 钱不够 我想借给你 可我知道你肯定不要 哎呀 你也真是的 怎么能在你面前说钱的事呢 这多伤别人的自尊心呢 其实你老婆比你想象中坚强得多 老婆 你放心吧 其实我们聊得挺开心的 我跟她也说了 你终于白投协了还挺开心的 你回到家之后 你可以跟我一聊聊 还有就是 你买房子缺钱那事 你尽管可以向我开口中 虽然我们做不了夫妻 但我们起码是好的 好 好吧 那你登机吧 一路平安 来 好吧好吧 好了 自己 哎 干嘛去啊 罗定 有件事情我想不清楚了 我决定追求程雪衣 你胡扯什么呀 你还当真的你 哎 程雪衣反正跟你没关系了 我这事跟你也没有关系 我走了啊 你别胡来啊 行行行行行行行 行行 怎么了 没怎么 跟我还藏着掖着的 刚才做了个噩梦 梦见我老公跟我离婚 娶了那个姓程的女人 哎呀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 别整天疑生疑鬼的 你看你把自个弄的 马上都成个怨妇了 跟你妈似的 我可怕呀 我现在还真有这种趋势 不行不行 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我必须得自己找点上座 要不然我这个人就完了 你说呢 这下让你说到点子上去了 有钱买不到幸福 可是没有钱那肯定就不幸福 得赚钱 不买房子我还不知道 今天一买房子欠了一屁股债 管靠若定一个人 什么时候才能还得清啊 明明之中老天自有安排 你不缺钱吗 那姓程能跟你们送钱来了 好啊 干脆标个价 把我老公给卖了 我接这一次婚 最后能落下一趟豪宅 也值了 卖什么呀 哄着就行了 男人都是长不大的孩子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你把他哄得高高兴兴的 把一切全力奉上 和乐而不为呢 哎 不过我得提醒你啊 你千万不能心软 千万不能把老公让出去 你不要猜疑他 但是得把他看紧点 你可到时候不要剪了芝麻 丢了西瓜 鸡飞蛋打啊 来来来我来我来 我来我来 小心点 今天你都忙什么了 今天我跟两个富有的女人聊了天 两个 叶兰还有陈雪怡 你和陈雪怡聊什么了 陈雪怡怕你买房子钱不够 想借给你钱 可是又担心你不收 所以呢想让我替你收下 你收了 我还不了解你的脾气啊 我怎么可能收啊 还是我老婆了解我 你吃饭了吗 飞机上吃了 给你一碗汤吧 老师对不起 老师对不起 不好意思啊 没关系没关系 走吧 你跟老师去吧 麻烦您了啊 没事 我认识你你是不让韩叔来我们家那个阿姨 你怎么了 欣宅 阿姨不太舒服 阿姨没有不让韩叔叔去陪你啊 只是她有的时候工作忙 没那么多时间跟你在一起 妈妈说不是是你不愿意让韩叔叔来我们家 所以韩叔就不来 不是这样的 阿姨很愿意韩叔叔去陪你的 真的啊 那好我告诉韩叔叔 你是愿意让韩叔叔来我们家玩的 你怎么会儿 你怎么又调队了 你怎么又调队了 赶快回去不是说不能调队了 阿姨再见 阿姨再见 姐 你没事吧 你 请问你是她什么人呢 我是她妈妈的朋友 你能不能把我叫便到出售车 好的你等着啊 Ο 但是作为一个养生会馆的经理 我知道这样一杯饮料 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很有好处的 赵飞 我是经营养生馆的 你觉得这些我会不懂吗 那是那是 看您的皮肤和精神状态 就知道您是一个很会保养的人 喂 叶伦 什么 动了胎气再抢救 在哪家医院 好 我马上去 医生说了我没什么大事 就是受了点惊吓 看来这见义勇为的事 也不那么容易干 废话 要好干的话 还设立什么见义勇为的奖金干嘛 笨啊 你刚才把我说得那么严重 一会儿若定来了 看我没什么事 会不会生我气啊 他就真看出你没什么事 又能怎么样 何况你有身孕在身 他本来就应该陪在你身边的 这叫天经地义 什么天经地义啊 还不是得靠撒谎把他骗到这儿了 这叫善意的谎言 或者说叫爱的小技巧 再说 你刚才确实昏倒在路边了 所以呢 他现在就应该陪在你身边 他不在你身边 就是他的错 这男人啊 他有婚外恋 这全是女人管得太松造成的 或者说 叫缺乏爱的小技巧导致的 喂 若定 你到哪儿了 怎么你老婆进医院了 严不严重啊 哪家医院要不要过去帮忙 那好吧 有什么事打电话吧 现在不用等了 咱们先吃吧 他来不了了 程总 韩总的爱人在医院急救 要不 我代表您去看看他吧 算了吧 他说不用 咱们赶快吃吧 吃完还工作呢 好吧 不知道韩总爱人的身体 是不是很严重 如果抢救不过来 可就麻烦了 说什么呢 我只瞎猜着玩嘛 对不起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啊 我刚来的时候 茉莉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 我都吓死了 我医生刚才来过了 现在好一点了 上午还是好好的呢 怎么就动得太气了呢 你刚开车走后 茉莉在等速租车 正好一小偷抢了别人的包 从他面前跑过去 茉莉见有围 去拉了一把 结果小偷没拉住 把自己拉了一大跟头 就动了胎气了 他自己什么情况 他不知道吗 他见什么义勇 什么围啊 我说老韩 你怎么一点正义感都没有啊 茉莉拉的可是小偷 你应该一一有 这样的老婆威容才好 好好好 以她威容 大夫怎么说的 大夫在办公室等你呢 快去吧 不过 Nike 不会再帮你 来办公室的 上午漫阙